這邊每天有上千戶的民眾同行 看這邊這個整個都已經那個下線了 嗯然後坑洞坑洞 你看整台車在開上上下下 然後節水溝啦 然後這個四座的這個重新泡鋪的 就像去吃路一樣 有一條沒一條的這樣子 機動示意原林敏勳開車行走暖暖區過港路時 向到慈民市 也就是一般俗稱的羅傑摩爾社區路段時 坐在車上左右上下搖晃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包括路面老舊均裂破損以及冷孔鈣 和節水溝工程夾修復後 路面不平顛撲的各種情況 林敏勳形容這裡路面四處補丁 就像以前乞丐穿的補丁裝一樣 而目前市政府公務處河川水利科 已經完成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 在機動示意原林敏勳爭取下 預計將在7月4號以及7月5號兩天 進行全路段路面的跑鋪工作 也提醒住在這裡上千戶民眾注意 公務處這邊有邀集了 各五大管線的單位 以及里長我們到現場來做一個會看 那會看的結果是表示 目前五大管線的部分都OK沒有問題 那污水下水道工程也已經施作完畢 那預計會在這個下禮拜二 就是7月4號的部分 會來做一個跑鋪的動作 那預計這個工程是兩天 就是下禮拜二 7月4號是跑除的部分 然後7月5號 禮拜三是做鋪設的動作 那這兩天會造成這個民眾 這個通行的一個不便 那這個公務處這邊會做一個公告 那會預計是兩個小時放行一次 因為會做全段的封閉 然後來做這個道路鋪設 那可能會造成大家不便 那但是因為用兩天的這個不便 換來這個後續的這個道路品質安全 那請大家多忍耐一下 那我們也會緊盯這個公務處 跟製作廠商的這個製作的品質 那希望說這個讓這個整個工程 來如直如期來做一個完工 另外林敏遜也表示 7月中旬左右也將爭取 遠遠市場附近路面重新跑鋪 未來包括八獨路過港路跟遠遠路 都是爭取重新跑鋪路面的重要路段 那也不只是這個過港路十項 那在這個遠遠市場 我們遠遠市場前的這塊道路 也是破損不堪 那很多長輩在買菜的時候都會跌倒 那我們這邊也是確定在這個污水做完之後呢 預計在7月中7月底以前 會來做一個道路鋪設的這個動作 那未來整個亂區內呢 有這些需要鋪設的道路地段 我們也都會來嚴格來督促市政府 那包含未來我們現在目前要做的三條的這個計畫道路 這個八獨路過港路跟遠遠路 這三條的這個示範道路 道路品質提升計畫 我們都會來做一個緊盯 那要求市政府趕緊來做一個施做 那還給我們民眾一個舒適和又安全的一個道路 林敏遜強調7月4號 及7月5號兩天過港路時向到慈民市路段 重新跑鋪時 除了請民眾多體諒配合鋪路工程之外 他也會緊盯整體的施工進度 減少對民眾進出交通的影響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